说到武侠剧的巅峰时期的话,大家肯定第一想到的是香港的武侠剧,那些年的武侠小生们各个都是大放异彩,其中苗乔委的玉树林风靡倒了无数人,今天要带大家怀旧的这部武侠剧男主就是苗乔委, 但是不是香港的而是台湾的一部魔幻武侠剧,这不就是1990年的《浴火凤凰》,由潘影子,苗乔磊子,顾冠中,肖强,哥伟如等人主意,天魔族双头魔怪进攻鸟组,凤凰女神在战乱中生产,下了一枚巨大的凤凰蛋,然后强行化作火凤凰与双头魔怪决一死战,在凤凰女神化作火凤凰的时候,凤凰蛋孵化成了一女,也就是潘影子扮演的血凤凰梅银霜, 梅银霜也就成了天魔族的追杀目标,伴鸟族长老保护血凤凰逃跑,在千军一发之时,伴鸟族长老的翼子鸟人阿红就走长老和血凤凰,后来阿红被天魔族血魔女所控制,血凤凰掉进强盗我,强盗的头领正是苗乔磊扮演的钟毫, 血凤凰为了准备与天魔决战勤家练功,凤凰女神在虚难的时候,曾留下三根法力羽毛,拥有这三根羽毛三名勇士,将会是血凤凰决战的得力助手,故冠中扮演的天魔族少主巴龙星, 肖强扮演的是巴龙星的妹妹巴红英,而钟毫的实际身份竟然跟巴龙星,巴红英是首族,后来血凤凰与天魔决一死战,关键时刻召集了三位勇士,这三位勇士终有钟毫,巴龙星以及阿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